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贵名羊的戏剧人生 讲到很多粤剧灵人,凡是他们走出台前的时候 他下过多少功夫,下过多少苦工锻炼 在台上走上几步,观众就已经知道你有没有练好基本功 还有练了多久,比较以前有多大的进步 大家也会一看就看到,这是骗不到人的 但是如今的粤剧没有打,已经渐渐失去市场 这个与现代电影、电视、西洋歌剧等方面的影响有关 一个斤头回半天,现在也没有人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看 加上现代的特技,大量的运用和电脑技术 演员也不用有这么多基本功 只需要在电脑技术上做多些手脚 几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靠电脑完成 所谓只靠电脑,已经可以上天入地了 在现在这样的年代,还哪有人愿意 这么早起身,磨刻来练功,练靶子呢? 所以,只要你有天生的好桑子 能够说话说得好,唱曲唱得好 再配合精心的策划和宣传的计划 这样就包括一个月红片全城 所以,小舞这个行头,亦都在粤剧来说开始逝美 粤剧,由舞打到说唱的转变 可以说是有例可正的 前一段时期,看张国荣的纪念节目 其中有他出席任劍辉逝世十周年的 录影现场片段 他和汪明泉即场合唱了任劍辉的名曲 帝女花之香妖 这就令人知道任劍辉原来都是贵派的传人之一 而且,亦都曾经博得屡于贵鸣羊的美誉 但是,自从电影大行祈祷之后 任劍辉亦都开始重唱轻功 意思就是说,重视唱就多过重视武打航头 再者,在现在属于功利主义的社会 一个人找一碗饭吃相当不容易 辛苦学戏已经被人视为为 贵徒即是一个艰难的行业 以至于武打的绝招 很多武打的公价招式也都漸漸失传 这个亦都是贵派全人不多的原因 农民就喜欢热闹,喜欢打来打去 而城市里面的人就喜欢讲风雅 喜欢听唱歌 粤剧这一个起源于民间的艺术 跑到城市里面之后 为了要增多些城市里面人的钱袋里面 希望多些人肯花钱看他们的戏 于是也都学会了适应 这个适应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所以重视唱歌而轻于武打 也都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在江水十五年即是1889年 八和会馆就在广州成立 本地班在这个时候又吸收了以往的升康 就能够以邦子以往康为本 演出江湖十八本 大牌场十八本等等这些众多的剧梦 表演的角色就分为 母生、正生、小生、小母、总生、公国、正胆、花胆、正、 和丑十十个韩党 这个时候的武打技艺 就是由少林武功演化出来 而成为了南派的武功 演出独特的六国大风尚的时候 上场就有百人那麽多 花团感族、土阴雕杂 这一个和其他剧种相当有大分别 在清末文初 广州和广澳等地都陆续修建戏园 这些粤剧本地班 就逐渐由农村那些土舞台 转到城市的戏院裏演出 此后出现在流动大中城市之间的 省、港、大班 就亦都成为一个潮流 为了适应城市的观众 和剧场演出的需要 就出现了一些 以编赞剧本为业的开戏丝业 他们新编的剧目 多数都是以华丽奇巧的生诞戏居多 这个时候演出于越西地区的下四班 虎班 就仍然是擅长演武生和小武担光的正本戏 仍然是保持着粗犷而质撲的艺术特色 在江水年间陆续离乡过埠 那些粤剧班 我们就叫做周虎班 在这个时候 就更多在外地一些地区演出 贵名羊的艺术基彩形成 亦都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他成名之后 亦都多数在海外演出 并不是说他不愿意回来乡下演出 和登台 而是因为家乡的观众 他们的欣赏口味 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他们大部分都喜欢听 多过喜欢看 没有打 与其变得越人 倒不如自己选择自己的观众 可见得 贵名羊的风光 更多是留在港澳和海外 反而在广州 并不是那么多人欣赏到贵名羊的演出 这个亦都可能是贵名羊和广州圆坑一面 最后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 贵名羊的日月升班 在1930年代 贵名羊就在美洲回到来 他就跟廖合怀 曾三多和陈锦棠 组成了日月升班 这个日月升班一登台 就得到港大的观众欣赏 和赞赞赏 在这个时候 贵名羊就善演火烧阿房公 冰山火线 和黄姑嫁何人等等 这些著名的剧种 尤其是这个火烧阿房公 更是连台演出都大修旺场 成为了当时日月升的名剧 这一出戏具有比较丰富的内容 演员的搭配亦都相当恰当 在这部剧中 贵名羊就飾演太子丹 曾三多就飾演秦始皇 廖合怀就飾演京阿 而陈锦棠就飾演范乌琦 他们各人都能够充分发挥到自己的所长 这出戏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 一出相当优秀的传统剧目 后来因为贵名羊去美国另谋发展 于是日月升剧团 亦都因为这个原因解散了 后来去到1942年 曾三多、盧海天、谭秀珍 由香港回到广州 联合车秀英、胡铁曾和黄宗黄 重新再打出日月升这个班牌 一直演到1951年 到1951年之后 由于盧海天软赴美国 因此日月升亦都解散了 后来亦都曾经再有人重组这个日月升剧团 但是这个和贵名羊他们已经是无关係的了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贵名羊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亦都暂时告一段落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和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恩与阿娘频道 拜拜